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反超级英雄科幻爽聚 黑跑纠察队第二季第一季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说剧 第一季中我们说到 修夷几人发现了沃特公司 利用五号化合物制造超级英雄的阴谋 正想借此推翻沃特公司时 超人类反派突然出现 政府不得不对沃特公司妥协 修夷几人也变成了通缉犯 而比利则发现 自己多年来对祖国人的复仇只是一个笑话 利贝卡非但没死 还养大了和祖国人的孩子 比利的头顶早已绿草遍地 本季一开始 沃特公司总裁艾德加 正在与政府共同商讨 超级英雄进入国防部后的行为细则 由于超能力反派的出现 沃特公司的地位一时水涨船高 甚至隐隐凌驾于政府之上 在艾德加的强硬要求下 政府只能同意一堆不平等条约 谁让沃特公司掌握当前最高武力值呢 与此同时 选色正在叙利亚进行斩首行动 随着他的首起道路 恐怖分子纷纷倒地身亡 连超能力恐怖分子都被他轻松解决 斩首行动圆满成功 看来 玄色一直深藏不漏 为了尽快抓住修一几人 沃特公司公布了透明人的死讯 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葬礼上 祖国人正为透明人制造词 修一几人则变成了祖国人口中 杀死透明人的超人类恐怖组织 复仇魔 对社会危害极大 祖国人呼吁民众 踊跃提供相关线索 并承诺 一定会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这下修一几人彻底出名了 随后 星光穿着暴露的新战袍 在葬礼上深情演唱 用歌声致敬死去的透明人 星光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公司给他的最新人设是 美国最性感的犯罪斗士 看得出来 星光似乎很适应当前的状态 葬礼结束后 祖国人和星光携手接受记者采访 星光的言语中满是对祖国人的崇拜敬仰 这让正在看新闻直播的修一度火中收 由于被全国通缉 修一几人成了下水道里的老鼠 躲在秘密基地不敢轻易冒头 但日常生活总要有保障 为了赚取足够的逃亡资金 法朗奇继续他的军火生意 季梅子有时给他打打下手 母乳则重拾老本孩 给受伤的黑帮成员处理伤口 比利被沃特公司塑造成 杀死马德林的罪魁祸首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露面 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母乳几人也不敢和他联系 看起来只有修一一人整日无所事事 但实际上修一正在偷偷进行他的大计划 他一直与星光在暗中保持联系 让星光帮忙偷到五号化合物 然后将证据寄给报社 那时候就能搬到沃特公司了 星光虽然表面上与沃特公司同流合物 但他心中的正义感一直不曾消失 于是他按照修一的指示 去跟踪一个叫碧虎的沃特公司实验员工 碧虎是星光的老朋友 他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身体任何部位都能剧掉再生 为此他开发了一项赚钱的副业 利用自己的神奇能力 满足一些变态人员的感人欲望 星光偷偷跟在碧虎身后 录下了整个血腥暴力的交易过程 以此威胁碧虎去投五号化合物 不然他就会将视频公之与众 碧虎迫不得已 答应了星光的要求 与此同时祖国人一脸缅怀的 来到马德林办公室 可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祖国人在办公室的冰箱里 发现了一瓶奶 看来是马德林早前给小报把准备的 他用激光盐把奶加热 然后大口吞咽起来 可下一秒 艾什利突然闯入 差点就看到了祖国人的变态行为 艾什利曾经是七人组的经纪人 因为星光当众曝光性骚扰的事 被马德林辞退 如今马德林去世 祖国人向公司高层利剑 让艾什利接替马德林的位置 重回沃特公司的艾什利十分兴奋 由于火车头一直昏迷不醒 深海被派到俄亥俄州提前养老 七人组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现在正是他大展拳脚之时 可现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艾什利带着祖国人去见他精挑细选的 七人组新成员盲眼 盲眼是个拥有超强听力的盲人 格斗技术也非常精湛 他的加入会让七人组获得更多残尽人的支持 可祖国人对于艾什利的行为十分不满 他一巴掌将盲眼中创 随后警告艾什利 不要再自作主张 他只需要一个实时监视高层动向 一心听他话的傀儡 七人组的大小事都需要他的拍板 可祖国人很快就被打脸 稍晚些时候 祖国人和梅肤女王正在拍摄宣传片 以展示超级英雄和士兵的其乐融融 这时一个女人闯进拍摄现场进行直播 他自称风暴女 是七人组的新成员 由总裁艾德加亲自拍板定夺 祖国人听后怒火冲收 但由于风暴女还在直播 他只好强忍心中怒火 挂着标志性假笑向观众打招呼 拍摄结束后 祖国人立刻去艾德加办公室讨要说法 他以合约即将到期为由 逼迫公司听从他的安排 艾德加对此嗤之以鼻 他劝祖国人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对于沃特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产品并不是超级英雄 而是五号化合物 只要有五号化合物 沃特公司就能源源不断的制造出超级英雄 因此对于公司来说 祖国人的存在可有可无 艾德加还警告祖国人乖乖听话 他私自泄露五号化合物的事 已经让公司焦头烂额 不要再继续惹麻烦了 威胁不成反被骂 祖国人对此十分憋屈 于是他来到利贝卡家 打算找亲儿子寻求安慰 另一边 法朗奇从合作伙伴口中 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码头上的走私船出了大问题 法朗奇几人立刻赶往出世的码头 根据现场监控视频显示 有一个超人类恐怖分子 随船偷渡入境 下船后随手就将货船置向舌头 随后就消失在夜色中 不知所踪 看着现场残留的褶纸 金梅子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在纸上写下男孩这个单词 可没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修一这时又正义感爆棚 提出必须给官方报信 不能让超能力恐怖分子伤计无辜 修一首先想到的就是星光 但母乳警告他 沃特公司一直对星光进行监视 和星光联系 只会让所有人都陷入危险 无奈 众人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 中情局的苏珊 修一几人偷偷和苏珊见面 向他汇报发现超人类反派 偷渡入境的事 苏珊听后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提供的线索 刚好补权了缺失的证据链 可苏珊刚说出沃特公司 正在发生内讧时 她的脑袋就炸开了花 修一几人吓得赶紧爬上车 驶离案发现场 回到秘密基地后 几人惊魂未定的 清理好身上的血迹 看来苏珊一直被人监视 一旦她试图泄露重要情报 就会被立即灭口 这时修一接到星光的报喜电话 计划进展的十分顺利 可修一却一直高兴不起来 苏珊的惨死依然历历在目 她不想再把无辜的星光拖下水了 这时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众人正拔枪警惕时 比利闪亮登场 老队长回归将会给事情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句的别忘了订阅我